欢迎您收看9月11号的百格大世纪 我是景龙 首先我们来跟进的是第15届全国大选的情报 虽然很多武统人士急着要大选 不过他们可要再等一等了 因为首先伊斯麦莎比利今天披露 武统五高层领袖还没有商议大选的日期 但这个日期是一天比一天近 所以武统副主席的伊斯麦莎比利 在彭亨百乐国会选区发放华印议拨款之后表示 希望国阵在这个首相议席当中大胜 同时敦促马华证明能力 从行动党手中夺下直良州议行 而如今被认为和首相关系紧绷的 武统主席阿姆扎西则透露 目前有七个政党有意加入国阵 其一就是一直中心支持国阵的大马人民力量党 针对大选时期点的课题 公正党的主席安华预测 大选将落在10月尾或11月初 并且认为首相不能够因为少部分人的威胁 来敲定日期 安华直言 一小部分人为了自身的利益 要摆平官司而施压首相 但是这一番话在一些武统领袖听来 不知道会做何感受了 穆打正式向西蒙领导曾申请举行政事会面之后 行动党的秘书长陆兆福就被追问 西蒙是否会因为穆打加入 重新调整议行 对此陆兆福回应 西蒙目前会先处理穆打加入联盟的申请 才能续谈大选议席分配事宜 对于西蒙内会出现一些反对声音 陆兆福说 大家都可以发表不同的看法和立场 但西蒙里头任何决定都是由最高领导层通过 才能成为联盟的最终立场 而西蒙所做的最终决定 所有的成员党都必须接受 穆打的选举委员会主席阿米拉艾莎也发文告指出 没有关系建立过程当中总会出现许多疑问 而穆打领导准备和西蒙召开正式会议 一起解决彼此之间的疑问 一个多月前 金马伦甘榜拉热仙村附近一处6.475公顷森林地段 出现一组持有开发准政者清空土地 导致山坡地带满目苍蝇引发土崩危机 日前 金马伦丹纳拉大区州议员张玉刚和居民发现 该地段山顶的大片树木遭到砍伐 树桶和泥浆都被推下了半山腰 距离甘榜拉热仙村不到一公里 让很多村民感到不安 张玉刚当心雨季来临 树桶泥浆随时倾泻而下 触发类似极大华林的山洪事件 把整个新村毁于一旦 为了避免山洪灾害 张玉刚要求州政府和相关单位王阳补牢 立刻发出指令停止准政持有者清空土地 明确禁止继续砍伐树木 同时进行一系列的修复工作 马华总会长魏家祥日前到西门堡垒州 槟城除了表明马华将向国阵 争取民政党留下的多数 兵州议席之外 也对行动党开炮 魏家祥已发生在宾州的贾币丹正警贵 第三位夫人胡丁娘古墓被拆事件为例 讽刺行动党虚伪 并且认为如果在国阵执政州发生拆祖坟的事情 马华肯定吃不完兜着走 而行动党主席林冠英会连马华的祖宗十八代都骂完 但林冠英这一边则是对交通部长空手到访槟城感到遗憾 指魏家祥非但没有重提恢复百年老杜伦 也没有为槟城人民带来任何新的发展项目 林冠英指出 他和宾州政府向来强调 让百年老杜伦保存下来的同时 也可以接受宾州快艇服务 双管旗下 一起为人民提供最好的服务 因此他希望魏家祥 挺取宾州民意 保留老杜伦 掌管国会和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汪州乃迪指出 内阁原则上同意 草拟政治献金法案 因此将尝试在国会下院第十四届 第五期第三次会议当中提成相关法案 也就是在10月3号到11月29号之间 部长已经在内阁会议当中 提成政治献金的基本范围 并将会跟进会议的决定 在所草拟的法案下 让政治献金监管机构成立一个独立机构 以管理国家的政治献金 汪州乃迪之前受访的时候 提及政治献金法案当中 阐明的各项惩罚 比方说 违规者可以丧失国会议员资格 必须悬空议席 以及补选 最后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